将中企逼走之后 英国用事实证明了 就是离开中国啥事都办不成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曾经对中企爱搭不理 如今却对中企高攀不起 说的就是英国这样的国家了 最近英国又传来了一则令人发笑的新闻 就是根据这个观察者网的报道 英国的旗舰核电项目 辛克利角C 出于种种原因再度延期了 辛克利角C 陈建方之一的法国电力集团 就无奈的宣布 建设进度缓慢 劳动力和原材料短缺 通货膨胀等是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反应堆的完工日期 最早也要推迟到2029年去了 那么成本也由之前预估的327亿英镑 飙升到了460亿 然后最有意思的一幕就来了 那么估计也是受到这个俄乌冲突的影响 英国的经济一崩到底 实际上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英国就放话拒绝动用政府资金 为一个商业项目来填补窟窿 别看英国人说的非常好听 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英国人这是自己拿不出钱来了 严格来说 新克利角C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面子工程 那么当初英国政府配合美国全力围剿中国 不断的炒作 不能过度依赖中国这样的一个议题之后 要将中国最大的国有核电企业中广核 挤出英国未来所有的核电项目 那么正式受此影响 中广核也不愿意受气 就直接退出了这个新克利角C的项目 现在随着中期的退出 这个项目反而是见不起来了 要烂尾了 这就像是在告诉外界 离开了中国 英国的确是啥都办不成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囊中羞涩的话 英国现在也不至于把自己弄得这么尴尬 如果可以掏钱来解决问题 英国又怎么会愿意让外界来看笑话呢 但是问题就是 英国现在的确没有什么钱了 而最让人解气的是 这个法国电力集团看到英国不愿意出钱之后呢 还想拉中广核来填补窟窿 但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中广核已经结清了这个合同约定的份额 并且拒绝为超支的部分来买单 对于英国而言 这自然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消息 或许在英国看来 当初中企是被逼走的 那么新克利角这样一个大项目 如果能够重新接手的话 中企吃回头草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很明显 市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实力摆在那里 中企实际上是不需要这样一个项目来证明自己的 就像中国驻英大使馆所说的 中国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核电技术和雄厚的投资实力 那么这件事情也再次提醒我们 就是这个政治因素 不应该左右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推进 而应以市场化的方式和商业合作的精神 实现互惠共鸣的合作 但是偏偏每西方国家十分喜欢利用这一点 经常就能够听到中国如果怎么怎么样 他们就要制裁中企 那么中国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不是因为怕了他们 而是不想在某一天像今天的英国一样 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尤其是美国不搞清楚这一点的话 那么下一个闹笑话的估计就是他们了 那么关于英国的这次核电项目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